這裡是A學長學長我是學長 哈囉大家好這裡是A學長學長我是學長大家好 今天要講的焦點人物是 呱吉邱威傑 呱吉應該大家都有聽過啦 就是在YouTube上面啊 或者是一些頻道上面 他其實算是一個大家蠻熟知的人物 主要被大家知道也是從YouTube開始 就是上班不要看啊 然後有很多有的沒有的節目 讓大家都很知道呱吉這個人 邱威傑是1975年12月出生 民國64年就是姨茂年屬兔 大家知道的除了剛剛提到的 作為YouTuber啊網紅啊 他在2018年的九合一大選裡面 在過程之中就是爭邊時事啊 然後進入到參選的過程 甚至在過程之中還把自己的名字 改成邱藝元 那我們先從他的姓名開始 他的天干地支啊就是姨茂這兩個都是屬於木 第一個字威 明醫的威就是威力的威齁 威就是狗的意思 因為威這個字他長相就是 隻手銀卯成屬威身有虛還的那個虛 就長得很像啦少一個女 那虛就是狗的意思 那虛是屬金 所以他人際關係走一個雙上課 內在外在都一起雙上課 所謂的上課是什麼呢 就是之前有聽的朋友一定知道 那沒有聽的朋友我們這邊再做一次解釋 所謂上課就是五行的相生相課 我們信仁學之中會使用這個生肖的喜記 就是這個生肖喜歡什麼東西 這個生肖不喜歡什麼東西 然後再配合這個元素的五行相生相課 來進行一個結 所以在上課呢 指的就是他姓名的用字屬性 在五行之中課了這個人原本自己的天干地支 所以他的狗 秋威傑的威字裡面屬金 那他的天干地支都屬木 所以他裡面走雙上課 就是金克木的這個概念 上課會造成的效應呢 就是這個人個性會比較優柔寡斷 會想比較多 你會覺得這個人有一些想法 在思考一些東西 內在外在都雙上課的這個就比較少見 跟我們上一集做的 不是上一集 上上一集做的預備成其實很相近 在人際關係上面他其實想很多 然後有很多比較敏感 常常會朋友講的一句話要放在心中 造成一些後續的效應 其實根本沒有這件事情 這邊有個點特別有趣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目前我們節目有做過的台灣的男性政治人物 幾乎都具備上課這個特質 就是他可能會想比較多 比較優柔寡斷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灣政壇裡面 男性的政治人物確實真的好像就是想了很多啊 然後有一些計謀啊什麼的 反而女性的角色裡面都是那種比較兇悍 比較強硬的角色 女性裡面走比較上課格局的人 反而是比較少 像蔡英文是其中一個 像洪秀柱啊 邱易瑩啊 這種都是很猛的這種概念 洪秀柱就是其中一個 反例 像彰化的王惠美啊 也是都是個性 看起來你就會覺得這個人好像很強勢的這種感覺 那我們回過頭來談 呱吉的這個雙三顆 會帶給他什麼樣的影響 在人際關係上面 呱吉會想比較多 那剛剛有提到說 比較敏感 比較把別人說的話放在心上 然後會 甚至有可能會有一點自我懷疑 比如說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對朋友說了一句話 他回家搞不好還會檢討說 我今天不該講那句話 我今天不該如何如何 我今天不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他會自我懷疑 自我檢討 他在感情上面呢 應該也是屬於比較M的角色啦 所以說 真正的狠角色 其實搞不好應該是 呱吉的老婆 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 他強 呱吉老婆的強勢程度啊 可能跟陳佩琪有的 針對上課來做個說明 因為 名字裡面雙上課的人 其實沒有很多 但是我在解鎮之人物的時候 特別多 那維基百科裡面有提到說 呱吉跟丁允公在高中的時候 是同學還辦了一個雜誌 看了一下喔 丁允公屬龍 其實丁允公的允 碰到這個龍 也是雙上課的概念 那丁允公是誰呢 他就是之前總統府發言人 然後也是被傳說 在辦公室打炮的前高雄市新聞局局長 那用他來說明雙上課 其實是一個很棒的案例啦 因為上課的特質啊 其實很多人都會把它定義的比較狹隘 其實上課有很多的呈現方式 我們剛提到的上課的特質是優柔寡斷啊 想很多啊 沒有理由說 這樣的人會深陷一個這個 桃色風婆自己搞的劈腿 然後還搞得很難散後 那為什麼會發生事情呢 就跟我在前面幾集提到的 停車位理論一樣 同樣的一個車位 有人停進去之後 他可能也沒有停得很好歪歪的 可是他就覺得啊我可以了 他就走了 他也沒差 甚至呢 停得不好有人會出來擦屁股 就像我們上課提到的 逢貴人 就會有貴人出來 那你鑰匙給我幫你停好 但是上課的人是怎麼樣呢 他就是覺得說 這個車位我停了 這樣停得好嗎 前面那台車會不會A到我 後面那台車是不是流太近 旁邊那個機車會不會怎麼樣 他就去移了一個位置 然後你輪了十個之後 你還是不滿意 其實真的有問題的是誰 其實是這個開車的人 你那個位置原本就已經好了 你停了你就趕快去做你的事情 你還在那邊 換來換去搞來搞去想東想西 你約六點半吃飯 你停到八點都還沒停好了 最後呢 好死不死狗屎運被你停到一個 很好很棒的車位 那又怎麼樣 最後你停到一個很好很好的車位 然後終於去餐廳吃飯 但是你已經遲到了 那這樣有比較好嗎 所以上課的人就會常常有這種 明明大家都已經覺得沒有問題 他還在那邊想很多 還在那邊龜毛 還在那邊改東改西東調西 大家都覺得已經OK啦 你何必呢 但上課的人就會想要 他就覺得不夠 他就覺得不滿足 所以上課有很多的呈現方式 丁雲公也是上課 丁雲公也是雙上課 他可能就覺得 人際上面他永遠都沒有辦法滿足 但其實每一個他有過經驗的女性 可能都是很棒很棒的女生 每個人在旁邊都覺得 這女生真的超棒的啊 又真的沒什麼問題 個性好啊 工作能力強啊 真的有問題的是誰 其實就是丁雲公他自己 他可能就覺得不滿足 他就想要在性感上面 有找到一個更好的寄託 他就需要像這樣 像我剛剛提到的停車位的理論 需要一個一個的去尋找答案 因為上課每個人 會有不一樣的方式 比較多的就是 他這個人比較悶 他會對於人際的交往是害怕 然後對於找到真正的朋友 這件事情 他是想要找到 但是他可能都永遠沒辦法找到 其實真的有問題的是他自己這個人 上課在呱吉身上呈現的 就比較多是他很多時候都會 花很多時間在思考他的人際啊 但是呱吉真正的 非常非常close的朋友 可能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多 所以上課的人啊 他在人際上面 是非常苦手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所以他也有可能是用 一直換的角度去做 或者是他減少自己 接觸這件事情的角度來出發 那我們回到呱吉身上 在工作位上面呢 呱吉的用字是傑 邱威傑的傑 傑是英雄豪傑的傑 就是人字旁 然後旁邊上面有個 命運多船的那個船的那個上面 底下是一個木 那人字旁對於兔子來講呢 其實他也是一樣走一個上課 就是偏向想很多 但是會帶一種神經質不安全的感覺 那這個概念怎麼說呢 就是有點像一隻兔子 然後判到一個人 一定是四處逃竄 四處跑一跑去 怕被吃掉啊什麼什麼 會帶一些不安全感 一點神經質 一點上課的感覺 所以呱吉的名字裡面 人際關係跟工作位 總共四個部位裡面 就含了三個是上課的角度 接下來要解的右邊那個 命運多船加那個木啊 上面那個我們就不解 那那個木呢 直接去解 我們解這個字 我們就解木就可以了 那這個木這個字 其實是呱吉名字裡面 最好的一個部位 那所謂好指的是 姓名學上面的好 那木字呢 就提到剛剛提到了 天干地支通常都是屬木 所以木碰到木 就是好的部分 這個整個名字裡面 大部分是一個上課 然後一個很好的部分的時候 會造成什麼樣的效應呢 就是這個很好的部分 會成為這個人實現自我 或是他比較會專心 在這一塊上面的一個部分 也就是說 呱吉可能在人際上面的交往啊 朋友上面其實都是 有他的困難之處 有他覺得麻煩的地方 甚至在工作上面 其實他也是有很多謹慎啊 很多想很多憂慮的部分 可是當他下手 一直在開始在做這件事情 他專心的在做他想做的工作的時候 其實他會找到自我比較peace 讓他比較有那種放鬆的感覺 不會像平常那種可能 比較神經兮兮啊 想中想西的這種情況 那工作位上面 才會上課 但是工作位好的情況 會比較呈現的方式呢 因為我解過比較多的情況 就是這樣的人 會去做一些比較需要 細心緻密的工作 比如說像是企劃啊 規劃啊 他可能會可以列出 非常非常明確的時間 然後要怎麼做 然後活動 可能也是排戲 流排得非常非常謹慎的人 搞不好還會出門去辦活動 還會先檢查 一大堆東西帶了沒啊 什麼東西做了沒有 什麼什麼的 更多呢 像上課的人更多是走向文字工作啊 會計師啊 設計師這種 都是比較需要謹慎啊 需要想很多 具體來講的話 上課的人找到的工作 會比較像是說 像這個工作的成果交出去的時候 他其實會先焦慮很多 然後他想很久說 欸這樣可不可以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改來改去 啊這樣可以嗎 然後想差不多 然後最後交出去 他可能都還覺得不滿意的時候 其實別人都覺得 你做得很好了 別人他媽在搞了 你趕快東西交一交 趕快收工 所以這種類型的工作就是上課的人會找到的工作 所以呱吉算是非常擅長這種工作 幾乎每次的出手啊 他都是想得很清楚 呱吉在做的事情其實應該很少是真正的衝動之舉 就是他不太會腦衝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所以他從做YouTuber啊開公司創業啊到一些嘗試 到現在的從政其實應該都是審慎的考量評估之後才出手做的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回到近期的事件裡面 呱吉其實在臉書上面常常會有一些事情 就站台派啊 嗆台派如何如何 跟還有一些議題上的操作 這些事情呢幾乎都是毀慾殘板啊 就是有的人就會說 啊呱吉變了喔 原來呱吉是這種人啊 啊如何如何的 這種屁話就很多 那當然也有另外一部分的人是說 終於有人把我心裡話講出來 還是呱吉敢講 這兩種聲音其實在呱吉的頁邊上面都看得到 他在每一種議題下面 呱吉的選邊都會造成這樣的現象 很多人會覺得說呱吉怎麼會這樣做呢 但其實呢 以他的名字來看 這種操作的結果 其實呱吉在事前在發言的時候 其實當下我還蠻確定他應該都已經想清楚 才去做了這件事情 那我們先用選字的角度來討論這件事情 像台灣的選字啊 各縣市議員其實是比較能夠呈現出多元的聲音 在縣市議員的地方名義代表的選字呢 是用一個大的選區 然後會有多個人當選 也就是說你這一區按照人口算出來 你的選區裡面只要選出10名 那你要當選的話 你的票只要比第11名還高就可以了 但是立法委員就不一樣 一個選區只有一個當選人 所以一個選區裡面就是兩人 兩人或三人對決 就兩大黨或是一個地方勢力可以選上 所以在立法委員上面呢 他其實對於議題的攻防 其實他的尺度跟力道 遠遠都不及議員 各縣市的議員 其實在攻擊一些議題的尺度跟力道 都是非常非常的強烈 而且立場非常非常的鮮明 因為選制的關係 議員他其實就需要他一定的票數 有的縣市可能幾千票就當選 那在呱吉的選區 他是需要一萬兩千票就可以當選 所以在立法委員的角度來講的話 其實立法委員就他要當選 他就要贏得對面 所以至少要得到投票人的一半 或是接近看有幾咖來選 那在兩人對決的情況下 立法委員其實是不太能夠忽視中間 或者是保守派或者是進步派 或是任何一派 因為他就是要贏 我們韓國瑜其實有講過 選舉的沒有什麼秘訣 就是票多的人會贏 這一樣的概念 所以立法委員在一對一單挑的時候 其實他們兩個人在對決的時候 其實都不能忽視任何一票 每一票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一些議題的選位啊 站的角度啊 其實都不太能夠走太激進的情況 所以我在這邊呼籲齁 如果你看到任何一個地方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他是區域訓的立法委員 在一些特殊議題啊 不管是同婚也好 比較特別的議題 他可能很進步 他很有可能也很保守 就是這個議題提出來了 就會得罪某部分的人 那當他在這種議題上面 做出他發言的時候 不管是你支持或不支持 請都給他一定的尊重 因為他可是扛著他的職業生涯 這個立法委員的職業生涯 做出這樣的抉擇 那我們回到呱吉身上 在呱吉的選區剛剛提到了 他當選的話大概需要一萬兩千票 所以對於呱吉而言 你毀玉參半不重要啊 因為另外一半的人不投你 沒關係啊 投我的人只要夠 他就會過關 不過這邊也要提醒齁 呱吉在維琪百科上面 是有提到說 他沒有打算要連任 對於沒有要連任的人 他更沒有包袱 你就呆退一樣啊 你就想幹嘛就幹嘛 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所以毀玉參半這件事情 他根本不care啊 那如果做為youtuber的話 毀玉參半代表 兩邊粉絲會鬥起來 鬥起來會吵 聲量就會高 也算法就會把流量排前面 所以這件事情而言 他的操作 我會認為呱吉是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而不是一個隨性的一個 想講什麼講什麼 不是那種川普流的推特法啦 不是這種概念 所以對於做網紅啊 做議員啊 這樣的操作 其實我都覺得這是沒有問題 因為他對得起票投給他的人 你今天沒投他 你也沒資格投票給他 你也沒有把票投給他 他講什麼 你又要跑出來靠北 那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有一天 你看到呱吉 如果超care自己的言論 讓誰不開心 他要去討好很多人的話 只有幾個可能性 就是他可能要選立委啦 他可能要選縣市首長啦 或是他甚至要選總統了 不然他現在操作完全沒有問題 那我這邊可以給呱吉的建議齁 是很多事情啊 工作也好啊 人計也好啊 不是你想破頭 你就可以想透 因為你的考題 人生的考題其實就是 你就是要一直想 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迴避 所以呢我會建議你 偶爾放輕鬆啊 什麼都不要想 或是就是把東西丟給別人 讓別人自己去做 你不要想那麼多 因為上課的人 最大的問題就是自己 很多問題跟麻煩 都是自己搞自己搞出來的 想法那些聲音 都是在你的腦中交戰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停車位一樣 這個車位你只要能停就好啦 你想那麼多 有的沒有的有比較好嗎 你停到最後你選到一個最好的 當然是最棒 可是偶爾放輕鬆一點 走一下路 欸你停車停的遠一點 這一段走過去的路程 說不定你又發現了 什麼新的東西 也不一定啊 所以上課的人 偶爾放輕鬆一下 會過得蠻好的 那訓練一下同事啊 訓練一下下屬 說不定沒有你的叮囑 沒有你的監督之下 同事也可以做出 你意想不到的東西 偶爾也會得到很好的成果 不過也有可能得到 意想不到的垃圾啦 這我是蠻有經驗的 那今天的學長的姓名學小技巧呢 是兔子逢人 那你身邊有沒有什麼朋友 是屬兔的呢 或是你自己就是屬兔的 那他名字裡面 有沒有人這個字 那他是人這個字 或是人字旁 都算人 這個人字旁出現在 名字的第一個字的人 他有沒有讓你的人際關係 或是你朋友的人際關係 有優柔寡斷 或是強烈的不安全感呢 這個人字旁如果在第二個字的人 在工作上面有沒有讓你覺得不安全 有沒有讓你覺得不好 那我這邊可以給大家的建議是 要善用這個上課的力量 什麼叫上課的力量呢 就是你要把上課的優勢發揮出來 比如說細心謹慎 深思熟慮 出謀劃徹有沒有 這種特質表現出來 但是呢 不要讓你的上課 讓你進入到焦慮 龜毛 凡人 我剛講的這些特質 其實就是一念之差 你很細心 你很謹慎 不代表你需要很焦慮 很龜毛很凡人 這樣你的話 這樣的話 你的人際關係就會更順暢 更舒服 甚至有些人他就是 細心謹慎到 就是他要一直靠杯啊 一直睡睡睡念啊 一直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他一直盯別人 就很煩 所以到最後你 人際關係就會很崩盤 所以上課的人呢 屬兔 逢人的人 要好好運用自己上課的力量 來達到更好的成果 而不是讓上課的力量 毀壞你的人生 今天的節目呢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最後如果你是使用Apple Podcast的朋友 請關注我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內容 希望你給我五分評價 那有任何問題呢 都可以在節目上頁面留言 那如果你使用Spotify的話 關注我的頻道 另外最後補充一個地方 就是上一期的節目啊 有一位朋友在Apple Podcast的 頁面上面 留下了一個一心評價 具體內容呢 是說 上一集賴平雲那一集裡面啊 沒有講賴平雲的爸爸是 新潮流的賴靖靈 然後沒有講他是正二代 然後很不專業 基本上這位聽眾說的沒有錯 因為我在節目裡面 真的沒有提到 賴平雲的爸爸是 新潮流的賴靖靖 這就是一個正二代的概念 正二代這件事情呢 我們下一集會來討論 下一集我就會告訴大家 我怎麼判斷正二代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沒有在賴平雲那一集裡面 提到他爸是新潮流的賴靖靖 下一集呢 我們要做的人物 就是會回到台北市場候選人的 預測系列 我們會來講蔣萬安 講到這邊呢 一定很多聽眾就覺得說 啊的 要來酸蔣萬安 什麼正二代 正三代 先說 我覺得正二代這件事情 是很看態度的啦 我先講我自己的態度 我覺得2016年之後的蔣萬安 我不會把它判斷成正二代 但他剛出道的時候 是還蠻正二代的 他現在自己也很努力 2016年之後蔣萬安 我不會直接把它判斷成正二代 那為什麼呢 我們下一集立刻分曉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請他去再教授 最好 來看看 看看 Marian 進去